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已是公认的常识 癌细胞既然本有未被检查出又有何喜 既然本有被检查出了又有何聚 既然本有为何还要检查 如果说癌细胞是要命的又是本来具有 那么我们是如何活过来的 可见生死与癌细胞的有无无关 那么是不是癌细胞聚生成癌肿瘤之后 就会威胁到生命 如果会 为何有人得癌肿瘤却至死都不发病 既然都不发病 怎么还会死人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的有无无关 如果不死 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大 可是有人癌肿瘤都长到二三十公分大了 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 要长到多大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大小无关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多 可是有人提见是癌肿瘤已转移多处 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 转移范围要多大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多寡无关 如果不死是因癌指数不够高 可是有人癌指数已上万 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 指数要多高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指数高低无关 综上所述 可见癌肿瘤的有无大小多寡 及癌指数的高低跟生死无关 好 我们等于一路把这个癌的问题 都念了一下 就是从癌细胞到癌肿瘤 那癌肿瘤的变化大小 有没有转移 还有癌指数的高低 这些是不是造成死亡的因 其实一路念下来这里的答案都觉得不可能 那如果你们看早上的那个乳癌的影片 那个肿瘤爆的有够大 这个应该都不止二十 你看那个十二磅的呢 那个都超过二十公分以上 好 这么大 会不会死 会 蜥蜥说会死 真的 那爆掉了 烂到那么深了 两个孤狼 蜥一看就知道 他们认为应该没命 但最后证实也不会死 所以几乎用原始点已经 从早上那里已经可以证实了 生死跟癌是无关的 那跟什么有关 体力嘛 以前就讲过了 所以癌我认为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异常形感 西医把它当作病 那如果像乳癌能爆掉 那是做一个组织受阻 我们也不要把它想成癌啊 它就是癌 你看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 跟一般的体表的组织受阻 有没有一样 处理方法有没有一样 一样 完全一样 不会因为它 是因为癌肿瘤了 我们就有特殊的看待 不会的 它撞 我们就用撞 患素皮箱的处理方法处理 那如果没有它只是一个硬块 那我们可不可以处理 可以啊 一样按推 温敷就是这些处理 那更快 跟我其实简单的讲这些 不管我这个鼻尖是癌肿瘤或不是 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按推热源 然后处理 它完全根吐出来就好了 根本也不用再去化验 那癌子素就更不用讲 这一次讲的疾病已衰老 癌子素 它既非症也非状 还有一个问题 它跟异常形态也不大一样 它不会造成怎么样 患素皮箱 再由患素皮箱导致病症 它连这一个滋咳都没有 所以根本有时候连提都怎么样 不用提了 我们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个 我还是早期的案例 那个也是德子光海 西判断只能活六个页 结果他一活就活五十年了 你们应该知道谁了 有看过吗 我们来看这一个案例 子宫癌案例 有没有在座不怕癌症的 不怕怕癌症的也有 真的 你们不怕得到癌症是吗 我已经犯过癌症 你已经得过了 免疫了 不错 不怕 癌症不可怕 你得过几年了 46年了 你有癌症46年了 那你能不能来跟大家讲 为什么你不怕癌症 因为你的扣很高兴 我是29岁的时候 得过那个子宫癌 那时候医生说我只有六个月的命 因为我是当老师的 那我就好吧 那六个月我最年刚好暑假 我都去玩了六个月 结果回来以后呢 没事 那就过了两年 又更没事 我是当时吃了一点 他化疗吃那个药片而已 没有吃什么药 但是呢 从此以后 我觉得我这个是 我活下来是多余的 所以我很快乐 我现在是在我们华州的 华人防癌社会里面 当理事 这是因为用我自己的例子 我也看到很多癌症 并不像人家说的那么可怕 他们都活过来了 这里也有啊 那个辉煌啊 他也是很精神活着 他们都去跳舞啊唱歌 现在活得很快乐 所以我就都不合了 哦 你是走过来的 这太好了 那这一段可以转播吗 不需要了 我现在78岁 哦 我觉得你竟然是在防癌协会 就是有责任用你的生命 告诉其他癌症的人 叫他们怎么像你一样活出来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活教才 更应该播 所以我帮你播 但如果你觉得你的脸 没有长得我帅 你放心 还像马赛克你就罢了 但是如果你有自信 因为人 说实在一生 能够贡献给这人类的不多 我一直在觉得 所以我到这个年龄 常常有一种感觉 我现在不是要拥有些什么 而是我在走的时候 我能留给后一代些什么 重点在这 好 生病是我的新生 如果你们要问我 我真的 所以 如果你能够用你的生命 给后代一些启发 让他们知道 哎 癌症不可怕 可以活得更久 如果我今天不把你这一段转播 没有 我真的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们刚才讲那个免疫 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自己思想开放 我从来不打防疫针 我在大陆的时候好多感冒了 我的同事到处都感冒了 我说我就是不会感冒 哈哈哈 我就没有感冒 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 我喜欢游泳 我游泳游得很好 哦 所以我感觉我自己有抵抗力 哦 我肺活量很好 我体力也很好 所以我从来来到美国以后 人家只有打防疫针 我都不打了 哦 我也没有感冒的 哦 我真的很很很佩服你的这个理论 我也是到处跟药人家说 吃姜 喝姜水 哦真的哦 我不认识你啊 但是但是我自己有这个体会 哦 有时流鼻水就喝姜汤 哦 喝姜汤 哦 哦 原来我们是同路人 哈哈哈哈 相见恨 哈哈哈哈 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你的见证 哇 他是用生命来见证啊 他还是舞师哦 教他的 教继舞的老师哦 哦 是哦 我没有说到那是 那 那以后你教我 我跟你舞一曲 哈哈哈哈 反正我滑得很快活就是了 我喜欢打篮球 喜欢游泳 啊 还教跳那个Ballum Dance 就是那个 招衣舞 现在很多西雅族的那个老 但年轻的都认识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快乐一点 所以我学会很多东西 我还教中国节 还教得很好 哦 哦 都才都议啊 都才都议啊 对啊 人就是要像你这样活啊 哇 你这个见证很有力啊 哦 感谢你 感谢你 分享你的 感谢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定要做这个机工 我要学了以后马上就要帮我们一个老人家做这个 他要进医院搁这个虎翅 哦 我刚刚还跟那位老师联络了 就要带他来 星期六要带他来 对对对 我学会了 我还帮他 哇 你看哦 年已经几岁了 你说 78 78 还要帮助人哦 有没有听到 哦 这个不简单啊 我给你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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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哇 这生命活得有光有热 哦 这个影片应该蛮久的 2014是吧 2012 哇 现在已经2019 我相信他等 2019啊 啊 2020 啊 啊 我还停留在昨天 啊 你看啊 也 黄远间也六七年过了 啊 活得很开啊 一点都没有想要死的 那个样子啊 但你看哦 西医 就这样很武断的跟人家判定 这样有癌痘也就会死 你知道有多少人背这一句话 吓死的吗 所以我认为癌症流 跟生死是无关 跟疾病也无关 刚刚已经都变过了 异常形态跟疾病无关 那跟疾病无关 跟生死又更无关了 那怎么会死 所以这一个人 他离开了医学 他反而怎么样 活出自己的 这个快乐的生活来 如果没有 他还在医疗这样跑 我不相信他应该早就做了 所以这一个案例我认为非常经典 这个是被宣判死刑 所以从这里来看 我前面的论断都应该是对的 绝对 因为都是患者告诉我 这个也是患者告诉我 所以我知道癌症流不会死人 不管大小有转不转移 通通不会 那异常指数根本连论都不用论 好有了这样的概念 我们继续来读下面 其实异常形态的癌肿瘤 与发白面皱一样均熟果 其因皆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也都是伴随着生命衰老败坏过程中 自然会产生的现象 所以癌肿瘤顶多只是提醒我们 体内代谢变差了 不良生活习惯该改变罢了 并非疾病之因 也非疾病的症状 不可视同疾病更非绝症 因此人绝非死于癌肿瘤 就像人绝非死于发白面皱一样 最后皆因热能耗尽 体力衰竭才走的 既然生死与癌肿瘤无关 而是与热能体力有关 所以 研判重病患者病情好坏 不需参考癌肿瘤乃至癌指数的变化 只需参考患者的体力变化即可 也就是当体力转家 表示转非为安 不向坦途 当体力转弱 则表示趋向恶化 步入险境 再者 疾病之症状可感可见 因此身体有无疾病 病情有无好转 自己就可断定 不需一气检查 然而不幸的是 病人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去做检查 而检查出来的癌肿瘤 本非疾病 本非疾病 却不断的被夸大 丑化成致命恶疾 甚至有些医师会用此来威胁恐吓病人 如果不接受手术或化疗 癌肿瘤会迅速恶化 最多只能活几年 几个月 甚至几天等云云 让病人吓得半死 每天活在死亡的阴影下 这哪是找回健康的开始 根本就是噩梦的开始 好 简单的讲 癌肿瘤是一个恶解 这是西医说的 也就是西医从体内检查出 创造了很多的疾病 而这些由他们来断定 一般患者都会听到 真的都会很害怕 我又有一种感觉 西医他的检查 常常是预测你多久会死 原始点的诊疗是预测你多久会好 我们从一开始就 就跟他里面不一样 我们是很乐观的 就像刚刚西雅图这个患者一样 我们是很乐观的 然后也知道怎么来对峙 但西医因为没有热人的概念 尤其这种由患素体来讲 他是悲观的 但这样带给患者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如果他又没有原始点 我不相信他可以活得很快乐 可以像西雅图这样 他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 也就是异类癌 你们有没有人像西雅图这样的 如果没有原始点 听到癌症流也不怕 有个句秀我看一下 没有原始点 你们真的可以这样 很难想象 你们能够做到这样 那也是异类啦 但是一般很少 我早期也很害怕 如果我不是害怕 我怎么会带我太太去检查 但你们现在再来看 这些就很讽刺 怎么会说这个多久会 但我们一路做 你看那个癌症流 有乳癌的也是啊 我们早上放来 这三四天会死 如果今天他不知道原始点 我看也应该差不多了 纽约那个十二棒的 没有原始点的方法 我看应该也差不多了 但有方法他不会啊 而且我们现在是在预测 这么大应该多久会消失啊 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心情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因为经过几次这样的处理 从十二棒要到六棒 花两个月就可以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预测时间 以后再预到十二棒的 我就会跟他讲 你好好做 他差不多六个月就会消一半 那最后这一半 再经过两三个月 就会全部修嘛 但是要把硬块解决 要不然以后还会怎么样 再长出来 甚至再爆开 这个都可以预测 那如果柔到最后 都没有硬块了 也很漏乱了 不可能再长 原来长不长是在这里 重点在这里 好所以癌肿瘤现在在我的干嘛 那癌肿瘤甚至根本都没有爆掉 他有时候只是一小粒而已 了解吧 根本不可怕 现在我们对硬结肿块肿瘤 已经搞到这种情形了 所以现在这些西医的说法 只能把这些一般的民众 不懂医学的民众 把他们吓坏了 那民众说也奇怪 他们被吓坏了是怎么样 自己还没有得 就开始疑神疑鬼 我可能会得 然后时间到了 比如说四五十岁了 就开始 哎呀子宫要不然去检查一下 要不然大肠听说现在人很多 都会得什么有的没有 我会去检查一下 要不然 哎呀这胸部会不会真的找到我了 也去压一压看照一下 这照影断神扫描之类 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啊 没有 才怪啊 我刚实现到了 就开始怎么样很好奇了 然后就开始进 那检查没有 没有你们高兴还是难过 才怪 你们想哎今天检查没有 也未必我以后都没有 要不然明天再去检查看看 你们会一次又一次的去挑战医学 然后最后直到被宣判 啊你终于得到了 但得到了修成正果了之后 你们被宣判了又是什么心情 害怕 就是自己吓自己 然后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一定要一直去 把这种东西挖出来 体内本来就是看不到 看不到的是老天的意思啊 就是这一层肚皮 已经隐含着一个意思了 什么意思 天机不可泄露 你们却偏偏听不听老天爷的意思 然后被拷出来之后 然后被宣判 结果吓得半死 那接下来怎么办 而且最担心的不是这些 在检查的过程中 所有的检查 几乎都是破坏性 没有一样不伤身体 抽血也好 切片也好 断层扫描也好 都是一样 好我们接下去来看下面 事实上癌肿瘤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癌肿瘤的诊断 与治疗所用的断层扫描 穿刺切片手术化疗放疗等方法 全都是破坏性的 比如一次断层扫描的辐射量 是不同部位 约略等于100到400张X光片 穿刺切片检查 又在伤口补上一道 让癌肿瘤进一步恶化 而手术化疗放疗的破坏性 杀伤力更大 会使患者的热能严重消耗 体力瞬间变差 甚至让器官衰竭死亡加速 即使侥幸挺过来 因身体已遭严重破坏 若不努力改变生活方式 以改善热能不足及体伤 癌肿瘤很快就会复发扩散 这雨把冰块敲碎 冰块暂时不见了 但温度不变 仍会挤冰是同一道理 可见治病是要从阴下手 不是从果下手 再说 只要有生命就会有癌 而癌从细胞到肿瘤 就像有头就会有发 发会从黑到白一样 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癌肿瘤同白发一样 都是生命过程中 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我这个结疑很有力啊 你这样搞自己 最后会把自己搞得怎么样 搞得病更重 然后死得更快啊 这就是结论啊 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啊 怎么会这样呢 对不对 所以我说癌肿瘤一开头就讲 癌肿瘤不可怕 可怕的是什么 接下来的检查跟治疗 这才是要命的 所以人喔我认为应该要有智慧 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什么应该知道 什么不应该知道 皮肤体内的有没有癌肿 你会不要知道 绝对不要知道 那什么应该知道 不是原始点应该要早一点来进 这个要早一点知道 不知道还行啊 你这生老病死 遇到了一些问题 你怎么解决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智慧 天天看原始点 不是天天跑一夜去做检查 这是这个方向错了 你的命运就悲惨喔 我说的都是真碗 你即便好了 长出一些有没有的奇奇怪怪 你不要好奇 太好奇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来看一个黑色素肿瘤的患者 因故黑色素瘤案例 2010年9月27日 陈小姐约50岁 黑色素瘤皮肤癌 疑似转移肤部沟淋巴处 2010年4月初 切片本来只有一小地 切片后肿瘤就长得非常快 不到半年就几乎长满整个阴部 这个一例其实已经好多年都相安如死 就是一个好景 结果切片证实是肿瘤 我相信切片和破坏 对他有没有伤害 有啦绝对有嘛 然后他伤害了因为这里最弱 他又不懂得要用热源来修复 所以伤口一直没有好 那伤口继续扩散 尤其癌肿瘤越长越大 他越看越害怕 然后怎么样 最后不到半年就长满整个阴部 我问他的时候 我说你未来的日子怎么办 你最担心什么 他只有告诉我 他说我现在不是怕那个黑色素瘤 我是怕我尿不出来怎么办 因为他万一都堵住了 他说我尿不出来怎么办 我听到蛮心酸的 本来没有事的 日子也过得好好 结果搞到这样 身心俱疲 而且是活在恐惧中耶 我看他走的时候 是瘦弱的身形 五十岁而已 所以这样的检查 到底对各位的意义何在 所以有些事真的不要知道 一辈子都不要知道 我问各位 我会会长癌肿瘤 会 会吗 你们什么都知道 因为我会讲嘛 人会老嘛 会长白髮 会长 会皮肤皱 同样肿瘤也是一部分应该长的嘛 那本来就会长 何必在乎呢 那长就让他长 问题是你用什么心态 来对待他 这个才是重点 绝对不能伤害 而且他是由患素体相引起 你即便要处理 也不是这样处理方式 而是应该怎么样 用面外热源啊 给他温敷 爱慕他 照顾他 然后推他 不是催残他啦 我就不是说催残他了 因为肿瘤没有症状的 一开始你如果有硬结肿坏 你才要对 但很多体验是没有的 但是他们认为肺癌有益力 你看本来也看不到 结果一照出来有了 你们就很 就可能再害怕 那好 如果即便照出来 万一你不幸的 又好奇又检查出来怎么办 现在有原始点 你们也可以怎么样 爱护他嘛 温敷按推患处种种 久了 他也觉得不跟你瞎闹了 他也会走掉 是吗 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我看一般民众 一般不是这样 他们会不会积极治疗 一定会 所以接下来的我就不敢说了 我们先开始来看一些 癌肿瘤的故事 好不好 我们先看大肠癌 转移的案例 大肠癌肝转移案例 我是永坚 去年因为没有体力 曾经看过中医 2017年3月 成人健检时 发现 生结肠转弯处 有大肠癌 并且一转移到肝脏 切除大肠后 化疗了6次 我的体力还行 所以4个月之后 医生安排再切除 肝脏三片和胆 继续化疗 4次后 我告诉医生 我不要再化疗了 因为两次大手术 10次的化疗标靶 我的粘膜组织破坏了 口腔溃烂 舌头发白 眼睛干燥 全身皮肤起疹子 连手脚的指甲发黑 从头到脚全都变了一样 越来越没有体力 连舌头先是全白 后来全发了黑点 没有味觉 又厌实 心中想 除了中西医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我恢复原来的体力 感谢一位朋友 介绍我们原始点 每次师兄师姐帮我按推时 非常疼痛不舒服 因为两次刀口都经过肚脐 肚脐常常抽痛 而左胸又有人工血管 术后刚满八个月 全身每一个点都痛 除了爬山下雨天是爬楼梯 打太极拳做气功 运动让我体温上升 原来冰冷的手脚也暖了 还有每天下课带回家的姜 在煮过之后 泡手和脚 把我的脚 因为化疗而变成黑色的指甲 和甲勾炎全泡好了 爬山两周后 身体开始出大汗 本来腿痛腰痛全部消失 脸色发亮 脸上和手背黑色处沉淀 都褪色了 我停止吃药和保健瓶 只有姜水是饮料 最爱吃的含量食物 全部都记嘴了 不吃辛辣也开始慢慢接受 体悟到要把自己的杯子倒空了 装新的知识 以及热能 运动流汗能增加了心肺功能 和新陈代谢 我发现自己也消肿了 耳聪慕名 在鸟叫丛名大自然中 也增强记忆力 体力和耐力 感谢身边的师兄师姐们 感谢您的支持